大家好,我是奇之妙想 自从怀孕以来呢,身体一直不太舒服 很久没有给大家录制新的教程了 之前呢,在老家待了一段时间 就想着赶紧录个新教程 怕很长时间没有更新 大家都以为我不营业了 好了,废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马上开始 今天带来的这个呢,是一个布条线樱花水桶包 所用到的线材呢,是奇之妙想家的布条线 亮面不起球的一款线 这个样品呢,我是用雾买蓝色的线勾织的 这个雾买蓝色的线它的材质弹性比较小 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加清楚 我就用这个紫色的线来给大家做演示 紫色的线现在都换成中弹的了 材质呢,更加的亮丽 然后更加好勾 用到的勾针呢,是6.0毫米的 大家也可以在里面搭配一个内胆包 这样一抽,一拉 非常的方便 我们呢,先从底面来开始学习 之前教给过大家一个通用底面圆形的勾法 今天呢,再教大家一个新的方法 这个方法可能会比之前的稍微复杂一点点 但是效果呢,更加美观 也没有引拔痕迹 还是用到环形起针 预留出大约10厘米左右的线 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捏住 在食指上面绕三圈 三圈绕完以后,短线头再用拇指和中指捏住 勾针从前两个线圈的下面穿过 放到第三个线圈的上面 把第三个线圈勾出,调起来 勾针上面,现在有一个线圈 勾针放到长线的下面 勾住长线以后,通过这个线圈 环形起针,就已经起好了 我们把切好的针取下来 切好的针一共有两部分组成 上面是勾针上的一个线圈 下面是由两根线组成的大的线环 为了方便编织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基本的挂线姿势 从小拇指和无名指之间穿过 再从中指和食指之间穿过 左手捏住线圈,右手拿着勾针 我勾粗线的时候呢,习惯这样拿 细线的时候呢,习惯这样拿 拿针的姿势不会影响勾针的效果 大家按照自己平时最习惯 最舒服的姿势来就可以了 我就这样拿针 好,我们先来勾制第一圈 第一圈是六个短针 短针的勾法 勾针穿过大洞 把线勾出 勾针上面有两个线圈 勾住长线 通过两个线圈 这是第一个短针 我们在第一个短针的上面先给它标记一下 记号扣扣在短针上面形成的小辫子的上 这里 再勾第二个短针 穿过大洞 把线勾出 绕线通过两个线圈 第二个短针 继续 穿过大洞 把线勾出 绕线通过两个线圈 第三个短针 继续按照通用的方法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六个短针 勾好以后来收紧线圈 大家可以看一下 线圈上面有两根线 我们首先拉动靠近短线头的这根线 用力拉动 再拉动短线头 直到两个线圈 完全收紧 这里尽量拉紧一些 好 给大家说一下 每一个短针的上面 都对应这样一个 V型的小辫子 一个小辫子 就是一个短针的针目 大家可以通过 属这样的小辫子 来检查自己勾的 个属是否是正确的 每一个短针 它的正面 也是这样一个 V字形的小形状 这是第一个短针 对应的V字 这是第二个短针 下面对应的V字 这里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把它认清楚 因为后面 我们会在这里穿针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 非常关键的一步 隐形的无痕引拔 这是第一个短针 正面对应的V字形小辫子 两根线中间的 有一个洞 我们在这两根线中间 入针 然后反面有两根线 在这两根线中间出针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正面小辫子中间入针 反面两根线中间出针 大家记住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在第二个针目上面 从反面向正面 入针 把这个线圈套在钩针上 这里可以把它拿下来 然后把这个线圈勾到背面 接下来我们在刚才说到的位置 入针 第一个短针 正面V字形的中间入针 反面V字形中间出针 这一步非常关键 大家一定要找准 这样 然后把这个线圈套在钩针上 稍微的拉紧一点点 接下来勾住长线 通过这一些线圈 这样引形引拔呢 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勾织第二圈 第二圈是勾织 六个短针的夹针 短针的夹针 就是在每一个上面勾两个短针 我们接下来入针的位置呢 不是在每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而是在每一个短针 正面 这个V字形中间入针 反面 两根线中间出针 这样勾织 全部勾织加密短针 勾一个锁针 这个锁针呢 既是一个锁针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短针 接下来再从同一个位置入针 勾一个短针 这里不是特别好操作 大家可以多看几遍 如果实在学不会呢 可以用之前讲过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这样相当于我们在 第一个短针的正面勾出来了两个短针 我们在第二个短针的这个小辫子上面做上标记 不做标记也是可以的 因为第一个勾的锁针 它上面是没有这样一个小辫子的 接下来再找到第二个短针 对应的正面V字形的小辫子 这里 两根线中间入针 反面两根线中间出针 它和普通短针的唯一区别呢 就是入针位置的不同 一针 再从同一个位置入针 两针 这样第二个夹针就已经够好了 前面几圈入针的位置可能不是特别好找 到后面呢就会越来越清晰 接下来第三个夹针 还是在小辫子中间入针 反面中间出针 只要大家理清了每一个短针 正面的形状以后呢 其实入针的位置也就非常容易找到了 继续 第四个夹针 还是在小辫子中间入针 一定要找准正面 它对应的位置 第五个 大家可以先找到上面的这个针目 然后它下方的这个两根线 中间对应的位置 就是咱们入针的位置 加密短针的用处呢 是非常多的 大家一定要多看几遍 把它学会 第六个 六个夹针 锅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还是采用同样的方法 进行隐形引拔的连接 记号扣所标记的地方是第二个针目 大家注意连接的时候呢 都是在第二个针目这里入针 从反面向正面插入 然后把这个线圈勾到背面 取下记号扣 在第一个 V字形 也就是第一个锁针 我们把它看作的是一个短针 这里中间入针 反面两根线 中间出针 入针以后 把这个线圈套在钩针上 绕线 勾出来 这样 第二圈就已经连接好了 我们继续来勾第三圈 第三圈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为一组 一共勾六组 全部勾完总针数是18针 第二圈的总针数呢 是12针 先勾一个锁针 它既是一个锁针 我们也把它看作是第三圈的第一个短针 接下来找到第二个 小辫子中间 入针 勾一个加针 越往后呢 这个针目的位置就越好找 这样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我们完成了第一组 接下来第二组 还是勾加密短针 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下一个里面勾加针 第三组 先按顺序 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里面勾一个加针 第四组 第四组 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第五组 最后一组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最后一组 勾完以后 同样的方法进行连接 在第二个针目上面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第一个 是一个锁针 它上面是没有对应的针目的 接下来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找的位置 这里 勾到背面 然后 在第一个锁针 中间入针 套到勾针上面 然后绕线 勾出来 这样第三圈呢 就已经连接好了 第四圈的规律呢 是 一个 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为一组 一共勾之 六组 全部勾完总针数 是24针 先勾一个锁针 把它看作成 是第一个短针 接下来 再往下 勾一个短针 我这里所说的短针呢 都是加密短针 不是普通的短针 我就简称短针 好 再往下面呢 勾之一个 加针 这样子 两短针 一加针 完成了第一组 再勾第二组 现在顺序勾之 两个短针 接下来是 加针 第三组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一共需要勾之 六组 剩下的三组 大家按照我们刚才 讲过的方法 自己勾完 最后一组 完成以后 采用同样的方法 进行连接 在第二个针目里面 入针 把这个线圈 勾到背面 然后在第一个 针目的中间 正面入针 反面中间出针 然后把这个 套在勾针上 绕线 把线勾出来 这样子 我们的第四圈 就已经勾好了 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样来数圈数 其实圈数 也很清晰 这一面 是正面 在勾之的过程中 正面是始终 对着我们自己的 反面 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第一圈 然后这是第二圈 第三圈 第四圈 每一圈 它和我们之前的 上一圈之间呢 都有一个明显的纹理 大家可以非常清晰的 就能分辨出来 接下来再说一下 第五圈的勾法 第五圈呢 是隔三 加一 我们第四圈呢 是隔二 加一 也就是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为一组 所以我们第五圈呢 隔三加一 就是三个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为一组 勾一个锁针 把它看作是 一个短针 这里我会讲的 比较详细一点 因为这个方法呢 它非常的重要 在以后的 勾之过程中呢 也会经常的用到 好 我们 下一个短针 第二个短针 然后再勾一个短针 三个短针 接下来勾短针的加针 这样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 第一组就已经勾好了 第二组 先顺序 勾三个短针 一 二 三 然后是加针 加针 就是在一个位置里面 勾两次短针 好的 这样两组完成以后 剩下的四组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和同样的引拔方法 进行连接 这里呢 我已经把第五圈 勾好 并且连接完成了 整个的正面看起来 都是没有引拔痕迹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勾第六圈 第六圈呢 按照我们之前讲过的规律 就是格四加一 好 这里呢 我们需要把加针的位置错开 我们先来勾两个短针 勾一个锁针 把它看作是一个短针 接下来勾第二个短针 然后呢勾支一个短针的加针 因为我们是要错开加针的位置 错开加针位置呢 可以让整个圆形更加的圆润 美观一些 接下来呢 连续 按顺序勾四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然后勾一个加针 一 二 加针就是在一个里面勾出来两针 好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呢 是勾了两个短针的 所以呢 最后还会剩下两个短针 正好是补齐四针 大家呢接下来仍然是按照格四加一的规律 继续往下勾支 最后的一个加针 完成以后还剩下两个针目 在这里呢分别勾支一个短针 一 二 最后的这两个短针 加上我们开头勾支的两个短针 正好是补齐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这样呢第六圈就已经勾好了 我们这个圆形加密短针通用底面的勾法呢 可以适用于包底 还有收纳框底 一些垫子 背地儿等等 用途非常的广泛 我这里呢只给大家演示到第六圈 如果大家觉得还是不够大的话呢 可以再继续往下勾支加针 那么再往下的加针规律呢 就是隔 现在呢是隔四加一 我们再往下就是隔五加一 隔六加一 隔七加一 隔八加一 每一圈呢都是在上一圈的基础上 加了六针 所以它间隔的加针数 就是每一圈在上一圈的基础上呢 加了一针 这里是隔一加一 隔二 隔三 隔四 然后隔五隔六隔七隔八隔九 这样子一直一次累推就可以了